《抵制律變人》是預計在今年5月25日發行的遊戲 這個遊戲是一個原創系列 之前釋出的遊戲片段不多 所以這類遊戲如果你想提前評估它是否復 是不容易的 幸好在不久之前這個遊戲推出了Demo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Demo裡面看看它有什麼玄機 講述近未來的時候人類成功創作了仿生人Android 而且用它來做人類的勞博 這個遊戲會用三位主角為視點 分別是Cara 一個有自我意識的Android Connor 一個Android警察 以及Marcus 一個想解放Android的Android 製作組會用這三位主角的故事交織出一部互動式電影類遊戲 這個Demo沒有讓你在科中 一開始就直接讓你操作其中一個角色Connor 而關卡的內容就是一個曾經在宣傳影片展現過的關卡 你要扮演Connor去解決一個歉詞事件 在這個Demo裡面你可以在現場搜集資料 並且得到事情傳媒的真相 令到情況對自己更有理 又或者你可以什麼都不理 出去串到那個人反艇擊到他跳樓又可以 甚至你偷偷地撿槍殺了反句又可以 這個Demo就有六個結局 而這個Demo裡面他也很管理玩家玩完之後 再翻艷試一下不同的選項會帶來什麼不同的效果 單論這個Demo的關卡而言 其實這個關卡裡面六個結局真的不夠玩 不用多久其實你就全部試完它出來 而且遊戲裡面大多數的選擇對於結果的影響力都不夠 所以這次的Demo只可以告訴我們 看看故事和淺嘗一下這個作品的味道 實在是不夠吊癮的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在動態捕捉技術之下 角色的表情簡直是七情上臉 你的劇情感染力更加高 當然啦 Demo只有一貫的 而且你可以猜到這裡是故事比較初期的部分 即是如果你想只是以這個部分作出評價 是真的不夠的 更加不要說這個遊戲最大的賣點 在這個宣傳片和這個Demo裡面 根本就沒有展現過出來 根據作者透露這個遊戲特別在於 你在這個關卡的選擇 是會影響到往後故事的發展 對這一點個人觀察到的東西 就有三樣 第一就是你自己的Android的軟件穩定度 按著你不同的選擇 就是會影響到Connor的軟件穩定度 個人猜測 雖然在這個關卡的軟件穩定度 其實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可能在將來或者時間再出向之後 就會影響到他的情緒和行動 甚至說不定會有失控劇情 第二就是按著你處理事情的不同的手法 就會有不同的社會關注度 譬如這裡有一位被人拉低的警察 你對不對他進行急救 其實對這個關卡的影響 是少到接近來的 但這件事會影響整個社會 對這件事的關注度 影響到社會的言論 加上遊戲的流程座面 也有標準 這是一個遊戲關鍵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影響到往後關卡的地方 第三就是這個任務成功與否 角色的生死 根據作者所說 即使任務失敗或角色死亡 其實不代表game over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影響劇情的因素 但這些以上的事項 都是無法表達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覺得這遊戲很悶 就覺得這遊戲不好玩 真值取決這遊戲 是否值得買的地方 就是到底我們的選擇 對這遊戲的故事的影響 有多深遠呢 如果這遊戲劇情沒有出問題 我會覺得很適合劇情向的玩家 但如果你想要一些動作元素比較濃 比較注重年紀又滿的遊戲 這遊戲就不太適合你了 不過這遊戲推出之後 我相信我會和朋友之間 都會有數之不準的話題 可以一起聊聊劇情 你選了什麼 我選了什麼 其實單機遊戲都可以一起玩去開心 而這個Studio一直以來的作品 其實都不差的 雖然有點穩定 但他們的作品 在互動式電影的範疇來說 是稱得上很出眾的 所以我個人來說 都很期待這個作品 也都很希望拿到上手的時候 將會是一隻Masterpiece 不知道玩過這個demo的人 又有什麼感想呢 又或者一直留意這個遊戲的人 你們希望在這個遊戲裡 可以玩到什麼呢 我們一起在comment裡聊聊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在選擇 找到什麼 在選擇 你看到這裡 在選擇 央視線 我